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朋友的朋友中有一对孪生兄弟 眉眼长得一样一样的 也都是一米八几的个头 体重超过两百斤 具体数字小数点后的差别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还不算 这两个人都有糖尿病 他们的父母并没有 可能并不是遗传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糖尿病 所以不太关注 只是记得一两件有趣的事 据他们说 两个人喜欢吃一样的东西 喜欢喝一个牌子的汽水 沙包大的馒头 都是五个打理 而且最神奇的是 据他们说 其中一个人感冒 另一个也会头疼 一个感冒好了 另一个也好了 这是一对快乐的胖子 那时候人们不知道低碳饮食 但也知道肥胖 对糖尿病不好 所以都劝他们减肥 他们每次都欣然同意 转过头 两个人就相互谦虚 让对方永挑重担 反正一个减了 另一个也许也就减下去了 每次推诿的不可开交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二十几年之后 我知道了一对外国兄弟 不是双胞胎 相差四岁 而相同的是 他们也都患有糖尿病 他们是美国人 弟弟罗伯特 克里夫兰 五岁就得了糖尿病 哥哥 杰拉尔德 克里夫兰 十六岁患糖尿病 他们患病的时候 胰岛素刚刚发明出来不久 低碳饮食 还是很多人治疗糖尿病的选择方法 顺便说一句 低碳饮食治疗糖尿病 不是今天才有的 而是延续了至少两百多年 低碳饮食被人质疑 也是胰岛素发明之后的事情 一个出现 一个被质疑 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就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就像当初 明朝的时候不留辫子 清朝的时候留辫子 剪辫子的时候又都不乐意了 这对美国兄弟的母亲 是一个很有见识 也很有行动力的人 在兄弟两个患病后 他一直非常严格的管理他们的饮食 碳水化合物非常少 每天只有小半杯牛奶 但是蔬菜和蛋白质很多 所有食物 母亲都要一一过乘 弟弟回忆说 就拿面包来说 我和哥哥两个人 才能共享半片面包 从我记事起 我连一块糖都没有吃过 从来没有 哥哥晚年也回忆说 直到现在 我还强迫自己 读食品包装上的营养表 常常对我所看到的营养数据 感到意外 但更让我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 人们对营养表的熟视无睹 对食品营养的无知 包括很多糖尿病患者 他们不知道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关系 不知道人体是如何消化和吸收各种食物的 我认为人人都应该了解这些东西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乔治医生 对他们的点评是 他们对血糖和饮食的控制 简直到了上瘾的地步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创造了奇迹 两个人的糖尿病史合计超过了160年 是糖尿病史不是寿命 弟弟罗伯特90岁高龄去世 糖尿病史85年 哥哥杰拉尔德94岁高龄去世 糖尿病史78年 弟弟80岁以后 还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迷 87岁还经常在野外骑行20多英里 而哥哥到了90岁还在用2000克的哑铃进行训练 一直保持着完美的体重 他在91岁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现在活着的主要目的 就是证明给年轻人看 糖尿病患者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很长寿 我的一生虽然不容易 但是很精彩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但他们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 应该也不全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和母亲对他们从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不了解朋友们有没有留意过 原生家庭里经常是集体性肥胖 父母胖孩子也胖 身材常常都是完美复制的 有些人强调肥胖有遗传 但我觉得这是敷衍的说法 肥胖基因确实存在 但是更加关键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照顾 后天的作用完全超过了先天的作用 每一个父母都应该负起责任 再回头想想 我早年认识的那对孪生兄弟 朋友的朋友中的那一对快乐的胖子 朋友都已经将近30年没有联系了 更是不知道他们兄弟后来怎样 希望他们已经瘦下来 并且快乐依旧 顺便提一下 有人评论说我太瘦了 仿佛是低碳饮食的副作用 其实医生跟我说 我一点也不用担心瘦 因为我的BMI是21左右 完全在正常范围 而反而是胖子百病重生 对不对 现在都2022年了 再也不需要以胖为健康的标志了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跟着清华大叔 随心所欲 轻松控堂 请不吝点赞